好 大家好 今天来做一个不一样的腐皮尖椒 真的不一样 食一吃酥等于风一吃酥 食一日酥有八日风 我是池山素食大厨刘勇 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我的素食烹饪心得 好 我们第一步 把这个把 辣椒把把它剪掉 这个是留起来的 这个不要丢 把这个剪掉就可以了 这个留起来 等一下做出来味道是不一样的 好 下一步 把这个剪掉之后呢 我们就轻轻的压一下 等一下让它味道好进去一点 这样就可以了 压一下把它压破就可以了 有的大厨喜欢这样拍 我觉得没有必要 你只要把它压破就可以了 只要是把这个头给压扁了 等一下它焖的时候就好焖一点 大家在选煎酱的时候 要选这种肉比较厚的 它才好吃 好 我们来准备一点豆瓣酱 豆瓣酱是做虎皮尖椒的灵魂 必须要有 我们把它剁一下 把它剁一下炒出来才香 好 豆瓣酱不要太多 太多就很咸了 另外我还准备一点豆豉 这是最后面放的 先放一边先 我们今天采用的方法是煎 所以放多一点点油 把这个青椒煎成虎皮先 好 我们把油烧热了 开始放煎椒下去 先煎一边 再煎另外一边 先把这边煎虎皮先 如果大家在煎的时候 等这个油会飙起来 你就把盖一下也可以 这样就安全一点 好 我们看一看那边好了没有 哦 好了 我们就把它翻过来 看看另外一面 看看好了没有 所以这边一定要煎透它才行 一定要把它煎透了 等一下焖的时候才香 好 我们可以了 翻火把它夹起来 好 我们先把油给摁一下 好 放一边 好 我们把锅洗干净之后 放点油下去 好 我们刚才剁过的豆瓣酱 放下去 小火啊 小火 不用太大火 把它炒出红油先 好 小火炒出红油 好 先把火给关了先 我们开始调味 把这个汁调好先 再焖这个辣椒 放点松茸素蚝油 好 再来一点松茸鲜 好 一点点就够了 不用太多 再来一点白糖 提一下鲜 好 再次把火打开 把这个辣椒放下去 好 放点开水 焖一下 好 不用太多 把这个豆瓣酱跟松茸鲜的 这个味道焖到这个骨皮尖椒里面去 这又是一道下饭神器 好 焖的水有点干了 我们再放点沉醋下去 让它味道更丰富一点 好 不用太多 我们再焖一下 我们只是要那个沉醋的香味 而不要那个酸味 到了最后我们放一点水淀粉下去 什么是水淀粉 就是土豆淀粉加点水 是水淀粉 不用太多 有点就可以了 好 我们最后 把我们的豆豉放下去 好 就可以关火了 所以大家在炒的时候 那个豆瓣酱一定要炒出红油 这个菜才是红色的很好看 好 就后面把我们那个汁 浇到上面去 隔着屏幕的闻到香味 这个虎皮尖椒真的是不一样 刚才我再尝了一条 确实有点辣 因为我是广东人嘛 不能吃太辣 如果大家不能吃太辣的话 就把那个纸给去出来 吃的时候用筷子 把那个纸给去掉 就不会那么辣 好 我再来说一下 做这个虎皮尖椒 大家要注意的 这个豆瓣酱一定要剁一下 它炒出来才香 才可以更出更红油 第二步呢 这个虎皮尖椒一定要煎 煎透它 它焖起来才香 最后面那个层处呢 要最后面再放 放一点点就可以了 大家跟着我的步骤去做 一定能够做出 属于你自己不一样的虎皮尖椒 这真的很下饭 我的主页里面还有很多 叫大家做素食的视频 如果大家有看到有喜欢的 就多点赞转发 谢谢大家 好简单的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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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